我认为我们台湾企业的韧性是相当强的 刚好这个时间 让我们台湾的产业能够转型 这个电子感应门锁 现在在台湾已经被大部分的这些消费者接受了 他们都有这样子的概念 觉得用电子感应门锁 比用传统的钥匙来的方便多了 也安全多了 所以我相信进入这个产业的竞争者也越来越多 那维佛拉克是怎样能够维持到今天 在这个产业里面还是跑在前面的第一名 那刚才讲电子锁的其实它的门槛 到现在来讲是有一定的门槛 那主要在全球的一些专利 这是第一个 第二是我们品牌来讲的支撑 最重要就是你的品质 那你的品质要做到好 你的研发行销还有生产一定要一条龙 那像我们现在在最新的这个中科厂房 占地大概有4200坪 里面我们的研发团队大概有30多位 那里面大概都是我们比较学进力相当不错的 大部分都是竹科内服务科过来 回来台中回家定居的这些高科技人才 所以在研发人才 还有我们的品牌 已经一二十年的在投入 那包括我们的专利 这三大项缺一不可 这样才有办法提供消费者更好的品质 以及售后服务 首先我们在2000年 就是打这个我们自由品牌 维夫拉克的时候 那我们一直认为要经营这个品牌 不只是你们的产品要好 你的这个性价比不错 相对的我们的企业形象 包括我们公司的CSR 我们要回馈社会 那我们那时候 有看到我们的好家庭联播网 他们的广告相当的单纯 相当的公益 我从他们的广告听到很多 很感动的一些事迹 那这个跟我们公司的CSR的企业文化是相符的 所以我当初并没有想说我是要去卖所 我是要去推广 我是要把CSR的文化 跟我们的好家庭联播网能够结合 把这些爱散布到社会大众 那可以抛砖引益 可以影响更多的团体 跟一些社会 那这是我当初的想法 一直来12年了 那很多的消费者以及我的客户 还有很多的建设公司老板 相当的认同 这个好家庭联播网 以及我们公司的CSR的活动 那这个也是谢谢我们所有的客户 那我们的规模可能不是这么大 属于中型企业 但是我们把有限的资源 能够透过一些活动 那我们不只去捐助 这个比较弱势团体 那我们的人员也是陪同 全员参与 比如说我们最近的这个 淨滩活动 配合我们的方野学会的淨滩 全国的一个大活动 那还有一些老吴老基金会 马利亚基金会 还有伯佑基金会 这一些我们都会某部分的一些资助 或者是人员去赞助他们 那这个是我们公司长期来CSR这个企业精神 希望能够推广到社会 那当然我们公司是有限的资源 但是我们希望抛砖引力 能够引起大家的这个共鸣跟回响 其实这个题目是很大 反而讲我个人只能说照我的角度来提供一些小小的建议 那以我的角度在看 我认为我们台湾企业的韧性是相当强的 尤其是中美贸易战 还有今年疫情的关系 很多企业界虽然是有一些这个逆势 或者是有一些挫折 或者是有一些订单 砍办这种情形 那事实上我是个人自己的感受是说 刚好这个时间让我们台湾的产业能够转型 尤其未来这几年就是5G的时代 工业4.0的时代 刚好台湾的强项来做升级 在制造在研发升级 那尤其是说我们能够做自由品牌 是 打入这个全世界 那这个是一个未来的形式 当然这一个路是不容易 但是刚好这个时间点我们可以静心下来 想一下我们未来该怎么走 这是我个人每一个小小的建议 当我们同在一起 一起改变 一起更好 感谢维夫拉克股份 有限公司的分享 好家庭联播网 与您开创共好时代 好家庭联播 好家庭联播